暗影出现在海港的夜幕之下 悟空 一场非法交易即将进行 拼支带中 运输车上 一只只海洋精灵 是他们利欲熏心的罪证 蹲守 追踪 排查 较量 海归盗捕案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8年10月14日23点 沈江省州山市 沈家门派出所的民警卢州 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我第一反应就是 你怎么知道 我又没跟你说 我当时也吃了一惊 前期秘密侦察 首先要做到的是保密 绝对的暴力 突然而来的电话 让民警卢州吃了一惊 难道 自己被发现了 他环顾四周 周边一片寂静 此时 电话里 再次传出了声音 今天晚上有才靠马头 你可以去看看 那我当时也觉得 应该他是不知道 他是猜的 好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了 卢州松了一口气 说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 这位打来电话的人 他此刻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前一天的上午 民警卢州 才刚刚见过这位来电人 他自称是一名热心群众 来派出所 举报一条重要的线索 海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任何收受运输贩卖活动 都属于违法行为 尽管举报人 并不清楚 贩卖人员的详细情况 但仅这个线索 就已让民警十分重视 公安局立即协调部署 侦办此案 如果这中间 真的有一条 非法的利益点存在 我们公安机关 必加加进打断 眼下 卢州就是贩卖海归案件的 侦办民警之一 来码头蹲守之前 他已经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在舟山本地的渔船中 有一种船叫雷达网船 它使用的渔网 有可能会补到海归 它那个网颜比较大 而且那升到海底的时候 众生比较深了 它可能那鱼游进的时候 海归会这样会游进来 按照它这种捕鱼作业的规律 它是每半个月回来一次 然后靠岸靠三到四天就回去了 卢州看了一下时间 几分钟后 就会有一艘雷达网船捕鱼归来 而收购海归的嫌疑人 也极有可能出现 举报人也说过了 他们要卖就是 当船一看的时候就卖掉 时至深夜 码头上一片寂静 不远处出现了一名女子 这个人引起了卢州的注意 我们发现有一个女的了 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晚上的话又不会来收获的 现在这个时间的话这么早 这个女的是来干什么 所以就那个重点先关注这个人 民警之所以会怀疑这名女子 是因为雷达网船 一般会深夜靠岸 在凌晨四五点时 才会开始渔获交易 而那些违法收购海归的人不同 他们会在船刚刚到岸时 就立即交易 所以在卢州看来 此时出现的这名女子 非常可疑 他一直在那个时不时地看着我 而且是我当时也很注意到 只要我一转这个角度 他就会把这个身子测到 能够直接看到我的这个角度来 远处 随着阵阵喧哗 出海已半个月的渔船终于靠岸了 民警注意到 渔民们忙着整理渔网缆绳 而那名女子 这时已悄然出现在船前旁 正与船员说着什么 这个女的就是背了一个小胯包 手上拿着小本子 就是那个手上拿着的 不一会儿 船员开始将一些渔货卸在下船 民警发现 从船上卸在下来的货物 竟然用一种深绿色的编织袋 套得严严实实 这却有些奇怪了 我们这边主要海鲜是用 那个香式的鱼香 鱼板香进行装卸的 草勘式的在那个交易的 他们那些货物呢 基本上都是装在一些 密封的麻袋里 然后在运输的处中呢 又是另外的用那个帆布 进行遮挡 民警之所以感到奇怪 是因为雷达网船 都是在近海捕鱼 而近海所能捕到的 海产品体型较小 根本就没有大道 要用编织袋来装运的 而且看上去 他们装载的货物非常沉重 竟需要两个成年男子 共同搬运 用到一两百斤的货物的 这种大麻袋进行装的 也比较符合这个 大海贵的这种体型 民警敏锐地察觉出 网袋中的货物并不普通 这时远处驶来一辆 平板三轮车 船员们开始将套着 编织袋的货物 往平板车上搬运 突然 卢州看到了一个 敞着口的编织袋 里面装的货物 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跟我一样 哇 这些大海贵 而且是一个死的 当时都冻 都冻僵的 然后是 它是肚皮槽上的 我当时还装着 很镇定的样子 拍了一张照片 我拍照片的时候 被船上一个 打懒生的一个船员 看到了 为避免惊动对方 卢州主动上前 与船员打听 鱼货价格 同时 他还留意到 装有海贵的平板车 马上就要离开了 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看到这种场合 在公然这种 卖野生动物了 不免有些激动 我就想 我就跟我同事商量 要不要抓了 动了 就按照这个 因为当时的话 有物证 还有船上 这么好的条件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找 那我同事就说了 再看看 再看看 民警们迅速分析了 眼前的状况 船员和女嫌疑人 刚才进行了非法交易 但是 女嫌疑人收购的海归 最后转手给谁 她有几个同伙 从行为上看 他们绝非第一次收受 国家珍稀保护动物 如果现在收网 这些后续的调查 显然就要断掉了 我觉得为大局着想 我不能存一丝冲动 大刀惊涉了 我们就在那边等着 果然 还不到一分钟 那辆车就回来 当时我跟我同事 焦虑了一下 我说这个放海归的地铁 绝对不会远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码头 紧接着 离开的平板车 快速地返回来 又再次拉货 民警猜测 刚才送走的海归 一定被藏在了 码头的另一个地方 而这时 可疑女子也消失了 这意味着交易结束了 真的不见了 我都不知道 她去哪里了 那看看码头上 也没有新的船来了 我们打算就是 离开自己 去找找那个地方 到底在 那个放海归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 民警们离开海岸 来到码头上 卸货的区域 靠近西侧 马路边的一辆货车里 闪烁着红色的光点 有一辆小货底 有一个香烟在抽的 那我们去派对这个车里面 应该是有人的 整个码头就只有这一辆货车 还开着引擎 显然这辆车十分可疑 极有可能就是 装运海归的车辆 民警记下了车号 几十分钟后 这辆货车就驶出了码头 后面那个车抖拉 装满货物的 装满货物 但是它用一个 很厚的一个大盆盖住的 看不到是那个 是那个什么东西 所以这辆车的 可疑性就更加大了 民警跟了上去 然而 嫌疑车辆根本不遵守交通规则 这让跟踪的民警 十分头疼 它行车很诡异的 它会 居然会在那个主车道里面 逆行 然后那个逆行 大概四五十米 弯到一个小路下面 因为我们逆行不敢来 我怕他们 再给我们吃套路 然后看那辆车逆行之后 进入一个小路口 然后那个进去 进去之后 后来也没出来 第二天上午 沈家门派出所的民警 根据摸牌走访 进一步查明 昨晚 在码头收购海归的 女嫌疑人姓杨 安徽省人 她主要负责收购海归 联系运输及售卖 是码头上收购海归的 主要嫌疑人 杨某这个案子的主犯 就是对整个案件 这个当中起主要作用的 经过调查 前一天的晚上 民警跟丢的那辆 小货车的驾驶员 也是杨某团伙的成员 因为那辆货车 最后消失的地点 在芦花村路口附近 民警又前往芦花村实地调查 从双塘路 往芦花村去的那条路上 左边是一片蔬菜大棚 右边是一片空地 前方还有一小片湖泊 民警对蔬菜大棚区 进行了走访和摸牌 但没有发现被隐藏的海归 杨某团伙能将海归藏到哪里呢 民警一时间无从寻找 我们始终就是找不到 那个藏匿海 藏匿这个海归的地点 之后 嫌疑人杨某似乎有所察觉 码头上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的身影 民警一方面继续调查 杨某运货的车辆 另一方面也开始在码头上 查找更多的案件线索 果然 走访过程中 民警获知了一个消息 经常来收购海归的 除了杨某之外 还有一个开皮卡车 头发不多的男子 交易活动也很频繁 人家就叫他大勇大勇 这个人他说是很小心的 你们基本上是那个找不到 他在哪里 继续调查 民警获知 被人们叫做大勇的男子姓沈 此人十分谨慎小心 民警侦查了很久 这才发现了沈某的皮卡车 但是除了皮卡之外 他还有一辆车 一辆乡试货车 发现他在2016年的时候 确实购买过一辆乡试大货车 但是这辆大货车 很久没开了 没有再出过道 就是说没再做生意 然而在调查期间 沈某并没有发生非法收购的行为 但是沈某也有一个奇怪的举动 让民警颇为费解 他每天下午都会开着皮卡车 去一次东港 那个地方人际罕至相当偏僻 他要去做什么呢 2018年10月16日的下午 民警在东港采石场后面的一条路上 意外发现了沈某的乡试货车 它就是那个沈某的车 就是停止的 当时那辆车上 我们还故意车子绕了几圈 去张刚看看车上有没有人 发现落了两圈之后 发现车上没有人 车上没有人吗 那我们胆子就更胆了 就走过去看了一下 民警发现 这辆车的表面没有灰尘 一点也不像搁置了两年的状态 特别是车轮附近的排水管 让民警眼前一亮 相视货车的车轮旁 有一根排水管与车厢相连通 在沿海地区 乡试货车通常是用来运输海鲜的 为了保鲜 存放海鲜时 需放置一些冰块 这根排水管 就是排放冰块溶水用的 此刻 民警关注的是 神木乡试货车的排水管是一直在出水的 所以我们当时盘在这里面肯定是有东西 那我觉得石油八九里面就是海贵了 车厢门被锁得紧紧的 民警无法看清里面的货物 那么要不要立即将车厢打开 查看清楚 那我们当时先把 要不要把这个扣下来 那又会出现什么 如果扣下来之后 如果他 拒不成了这个东西是他的 那我们怎么办 那相当于白扣了一个东西 而且会引起打扫警示 可能很多人都抓不到案 所以我们就是对那辆车 采取那个布控之后 就是先让他放在那里 自打发现了神魔的乡试货车之后 对这辆车的行踪 民警就来了个严防死守 如果有海贵肯定会来里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抓那个现行 2018年10月17日 自从这一批雷达网船靠岸 已经有三天了 今晚这批渔船即将再次出海捕鱼 渔船的离开 也意味着杨某和神某 本次的海归收购活动也结束了 下一步他们又会怎么做呢 杨某和神某会把收购来的海归 都是运出去卖掉 因为他们就囤了两三天 肯定是到了收完之后 再统一把货发出去的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运到什么地方去的 目前杨某藏货的地点 还未能查明 而神某同样是行事谨慎 行踪不定 一旦他们偷偷将海归运走 整个案件的侦破 将会变得十分被动 因此专案组决定 立即对杨某神某团伙 实施收网行动 当时定的方案同时抓来 我们那个研究路线分析之后 就是第一个 首先是在那个芦花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点 它进去之后 什么时候出来 那出来肯定是 如果要装出去 那肯定是货装满的 所以就在 就在那个点进去抓捕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 那个神某的那辆大货车 那个地方旁边那个布孔 抓那个线行 2018年10月17日晚上22点 通过监控卡口 民警发现 嫌疑人杨某的小货车 出现在了炉花道口附近 民警立即追了上去 将杨某抓获 民警在杨某的小货车里 看到了他们收购来的大海归 这些被称之为海洋精灵的动物 此刻已冰冷而僵硬 与此同时 抓捕神某的行动小组 却一直没有等到神某的出现 第二个抓捕 住在那个那边 守了好几个小时 神某始终都没有出见 然后我们经过侦查之后 发现它是在那个西码头 西码头就是距离 我们大概有三四公里吧 我们到了那边 这车子也是消失不见 我们就是分析的 当时根丢了嘛 2018年10月18日 杨某团伙的主要嫌疑人到案 而神某则将自己彻底隐藏了起来 民警清电杨某非法收购的海龟 总共21只 海洋专家也对这些海龟进行了鉴定 大多是西龟 绿头龟等 每只的重量大约在75至100公斤左右 他们这两个团伙只不过是 那个整个犯罪链当中的其中一环 他们所涉及的 那个可能还有出售这一环节 到底出售给谁 还有他们的源头 这些渔民传老的 他们是不是故意去补这些海龟 都需要我们去那个侦查 除此之外 嫌疑人杨某到案后 拒不交代任何情况 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因为有这样一起野生动物相关的案件 而且扣押的数量还是相当多的 我们就那个即使跟我们普陀人民检察院 进行了汇报之后 他们也是提前介入 来那个引导我们这个取证方面 还有那个政策方面 第二天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与专案组一起研讨了案情 很快对侦查取证工作 形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 侦办民警在梳理杨某的社会关系 和资金状况时 又查出了一名可疑人员 广东的林某 民警发现 每次收购海龟前后 杨某和林某的联络就异常频繁 而且两人还有经济往来 根据他的一些平常的资金流向之类 我们发现 他跟这个林某这个人 存在一些大额的转账 而且都是半个月这样一次的转账记录 所以这个林某是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杨某的海龟的收购人 自从锁定了杨某的买家 是广东省的林某之后 接下来 对神某团伙的侦查 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8年10月26日 一直在东港敦守的侦查员发现 有人在神某的乡市货车附近 来回活动 民警侦查发现 可疑人员正是神某 他鬼鬼祟祟的在周边徘徊了许久 就在神某准备打开车门的一刹那 民警将其抓获 当晚 民警对神某的乡市货车进行了搜查 里面密密麻麻 堆着好几层用绿色编织袋装着的海龟 发现车厢里的海龟全都是死掉的 点了下数量足足有107头 107头海龟 自此 以杨某、神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 以及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两次行动 共查扣128只海龟 涉及金额高达600多万 面对审讯 神某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 经过审讯 这个神某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包括他的那个海龟运往什么地方 卖给谁 我们发现 神某跟杨某居然是 居然都是卖给林某的 卖给广州的同一个人 侦查发现 杨神两个团伙将海龟出售给了嫌疑人林某 而林某在所居住的地区开了一家海鲜加工的作坊 明面上他以加工海鲜为主 但私下里 他却一直从全国各地大量收购海龟 他主要就是取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部位 然后卖到一些地下的市场来谋取暴力 民警在广东抓捕了林某 据林某供述 自己收购海龟 是因为从海龟身上 可获取一种在当地被称为药引的东西 以此来谋取利益 据民警了解 海龟的寿命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左右 可嫌疑人却为了谋取暴力 就终止了他的生命 海龟是宾威动物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 所有对于海龟的抓捕 购买 出售 运输 持有和使用 都是违法行为 令人心痛的是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 海龟非法贸易依然暗中存在 随后 民警又对非法捕捞 和向阳神两个团伙 出售海龟的其余十多名嫌疑人 也进行了抓捕 在他们当中 有不少人原本是误捕到了海龟 海龟死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程序 将海龟上交给有关部门 而是转手卖了出去 这样的行为同样触犯了法律 在这里 我们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渔民 在渔业生产过程中 误扑到海龟 请及时对海龟进行放声 保护海洋 保护海洋中的活化石 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2018年底 两起贩卖销售海龟案 成功告破 它有力地打击了 违法犯罪行为 面对本案收获的 全部128只保护动物 所有人都感到惋惜 爱护自然 保护动物 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还是善待要看 我原来去 其实还是善待 我们胡亏 怎么办 去哪里 他们火热 我们得要 按一下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